做什么,做查询,那查的话呢,当然我们可以 除了用什么SQLite Browser,其实SQLite Browser还蛮方便的,因为它直接可以看到 你写的资料状态 那我刚刚已经把那个全省邮局地址改成ALL了,全部写进去 看起来好像是1315笔 OK,也在瞬间一下就进来了 那当然呢,你写进去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是要把它查出来,比如说我想要做个报表 什么报表呢,我要抓我自己的东西,我要抓某部分某一类型的资料的话 那有点像Excel里面可以用筛选 那如果你假设 你在资料库里面的话,要筛选资料的话,你可怕还是要再学一下 一些简单的SQL语法 包含哪一些呢?特别注意,我们 底下有一些叙述吧,就是说 如果你要查编号 编号的部分的话呢 怎么查 前面好像跟各位有提到,你后面还可以加一个条件 会有什么呢? 后面加一个栏位名称 然后如果是数字的话呢 你可以用等于 大于 小于 来查询 那如果你是文字的话,你可以用like 如果你是日期的话,可以用between 大致上这样 那假如说 给各位一个题目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帮我查一下 查什么 假设我们之前有个slaid语法 这个是查全部的 刚刚不是member01吗? 帮我把它全部查出来 可是问题喔,我现在不是要全部查出来 我现在是要什么? 现在是1到52 如果给各位一个 练习 之前一样的啦 之前我们是 用什么 用程式的方式解决 我要的假设 我只要前10个会员 然后呢 只要姓名跟手机 姓名跟手机这两个栏位 其他的资料不要出现 可是怎么办呢? OK 总部是叫你直接贴到 Excel 然后再把它删 当然不是这样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我今天我希望 只要前10个的话 只要前10个会员的话 那其实这边有一个 地方 你是可以下条件 什么条件呢? 编号怎么样 编号只要小于 小于11就好了嘛 对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下个条件 会员 我只要那个前10个会员 哪一栏呢? 因为我们名称 编号在A栏嘛 所以会有A 这个栏位名称 它小于 多少?小于11就好了 或者是什么 小于等于10也可以啦 反正这样 小于11的 OK帮我把资料带出来 执行之后会怎么样呢? 看一下 OK 你会发现 资料出来了 可是会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怎么只有带给我 1 跟10 10 这两个人而已 那其他的资料呢? 2到9 哇 莫名其妙消失了 OK 诶 问题在哪里? 猜猜看 其实主要原因啦 跟那个栏位的形态有关 为什么?因为我们栏位 有没有发现 其实理论上 因为我们刚刚 中间资料表的时候 我们给他A是什么呢? Test 有没有 Test的话是文字 所以他其实帮 其实理论上下那个条件 他应该是要跟你讲 我不接受啦 为什么?因为你怎么可以用文字去比大小 没办法 但他还是硬是筛字要给你的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好像似乎 还有那么一点点 弹性 好像还是有点 跟轻位 有没有 不会说 死满满的 所以喔 如果你要 假设啦 你要前十个 当然你可能要做一件事 第一个 你要把A栏改成数字 把它当数字看待 所以我们来变化一下 所以我们一 可以把这个 刚刚的这个程式的第七 第七行这边 把它改成什么? 把它改文字 那文字特别注意喔 文字的形态 我在 在这个上面有一个表 在这里 有没有 如果是 在第几 在第41的这边 SECLE常用的形态 Integer 就是 整数 真正的 Double 一般习惯的 Double 就是什么 就是有小数点的 那 Test就文字 另外一个是 DateTime DateTime我没有列出来 DateTime就是日期时间 所以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把它改成Integer 所以你可以把这边的A栏改成Integer 那这个改一下 不过你不需要重做什么 因为它会捉不掉 上面有个捉不掉 所以捉不掉之后 旧的那个test A栏test就会消失了 那就没关系 那再来的话把它执行 不过可能要再考虑到几点 等于要insert into 还有一个地方 如果它是Integer的话 这个Integer 可能要拼对 如果它Integer的话 记得 只要是数字的话 前后不用单引号 所以这个单引号拿掉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它是Integer 然后呢 这个你要insert into 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单引号了 这个单引号拿掉 OK,两个地方改一下 好,试一下看要不OK 那一样把它执行一下 写入成功 那其实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就是说 A栏现在里面放的本来是文字 现在它里面就放的是数字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刚刚的查询 没有动什么东西 不过可能有个地方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它回来东西 它之前是文字 那你如果直接执行应该就OK 可是问题喔,因为它现在变是一个数字 所以数字放在这边跟文字串 会出现什么 有没有 转型问题 所以这边可能要记得 把这个外面包一个转型 STR 把那个Rule 刮符0 把它从数字转成文字 再跟其他的串 不然这个地方会失败 会卡住 我这应该有概念 之前有讲过 好,试一下结果我OK 知心 其实没改几个地方 其实主要总共大概改三个地方而已 好,有没有发现出现了 有没有 一到十就出来了 有没有,OK 所以形态会决定造成你将来找不找得到资料 OK 当然有时候你为了贪图方便 这种文字是OK很方便 那问题是 你将来你就不能把它当数字来看淡 如果你要把它当数字看淡 比如说你要比大小 大于等于小于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用 用数字 OK 这个应该可以理解 OK 但是用数字麻烦的地方 变成你将来要注意什么 要转型 这一栏 有没有 还有就是说刚刚这个地方 如果是数字 前后就不能有单影 这都小细节 OK 只要你不要出这个错误的话 以后应该都很顺利 但是可能以后还是会出错 因为你们就是 我也是以前错一百次之后发现 就会永远记得了 OK 不过我们以前是一直错一直错 错了多次之后发现 就熟了 对没有人说那么厉害 从来不出错的 对不对 但是出错没有关系 你要知道错哪里 把它修正就好了 所以我发现很多人 如果要写城市 一定出错之后不要害怕 因为我发现同学很害怕 城市有bug 不要怕 真的 没有人不跌倒的 OK 那有人什么 学走路的时候不跌倒 那不是神童的吗 对不对 马上就会站了 然后会跑了 不可能吧 一定都是跌跌撞撞 很多次之后 但不过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原理原则 尽量让你不要犯错 OK 好 第一个喔 那第二个如果要查文字的话 还有呢第二个我们要做什么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查出来结果 所以这边第一个 那第二个如果我只要姓名跟手机的话 怎么办 特别注意喔 哪边可以改 其实关键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符号是指什么 全部的意思 意思说我只要五个蓝位 五个蓝位全部都给我 可是我如果只要这一个跟这一个的话 那因为我蓝位名称好像这个A 这个是B C D E 如果我只要B跟E的话 那怎么做 接下来特别注意喔 只要在这边改一下就可以 我只要B蓝 逗点B蓝就可以了 但是特别注意喔 因为你只有两蓝 对不对 那你将来喔 你这些东西喔 你有给它 等于是只有你 你只有两个萝卜啦 但你给它五个坑 它太多了 怎么办呢 你必须把底下改一下 改什么 把这个改成只有姓名跟手机 两个的 这底下也两个 其实就留哪一个 留0 0的话 因为0是姓名 变成1的话是手机 所以喔 这个就不用转型 因为姓名不用转型 然后1也不用转型 那后面这几个不用 这样就OK了 把执行给各位看喔 OK 有没有 姓名 姓名 手机 两个 主要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在这里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喔 刚刚主要是 如果今天希望 利用那个什么呢 C口语法 主要是查询 帮我改成这样的话 那特别注意喔 我刚刚在把重点为1 就是你刚刚insert into的时候 把这边改成1 改integer 这个第一个要改 第二个这边的话呢 单引号去掉 把它写入 这两个地方 然后 这个查询的部分的话 就是 记得把它改b跟e就可以了 小于 这个会有a小于11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喔 好